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就過來佛山的保利摩。 如果想坐地鐵的朋友,可以乘港佛線來金融高新區, 然後再打部車,起步價過來就很方便。 從7月15日到7月17日,在佛山保利摩這裡, 就會在這裡連續三天舉行南海賓分消費節。 第二,熱線南海賓通消費節,緊急增添南海汽車美食三年華啟動儀式,現在開始。 今次的這個南海消費節分為兩個地點舉行。 第一個地點在保利廣場這邊, 而另一個舉行地點在保利商場對面的燈壺西街。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在燈壺西街前的音樂噴泉表演。 今次的這個南海賓分消費節, 不僅僅品嘗到很多佛山信德的小食, 還可以看車展,掛車美商夜市。 這邊的燈壺西街和對面的保利商場只有一橋之隔, 走過來很方便。 在燈壺西街這邊,有不少酒吧和食肆。 燈壺西街是不少本地人晚上的好去處。 這區就是佛山的一個新區,屬於佛山的金融高新區。 之前介紹過的佛山最貴的酒樓, 大宇屯園所位於的麗治匯廣場,也位於這一邊。 佛山現在已經成為全國的一線城市。 在燈壺西街這邊展出的, 就是這次繁紛消費節的飲食攤位。 我最有興趣逛這些攤位。 在西街中,隨處都可以見到和佛山文化有關的裝飾。 例如這幅無緊絲的畫。 這次所展出的攤位, 全部都是在佛山比較出名的食肆和有名的店。 第四代全成人, 信德嫁女餅。 這是傳統的食物, 現在不太多人繼續用。 獅子, 豬籠入水。 買的豬籠入水, 很容易投入。 對, 擺著。 以前嫁女, 人們用哪種餅多? 一般是豬籠入水, 四種的食物。 這種? 對, 我認為大眾話, 魚耳五人。 是。 只有一種嗎? 這種是豪華的。 豪華。 這些沒有的? 腐蹄餅。 男人這個三個, 還不知有男人。 腐蹄餅。 那這五人是哪五人? 這些是普通五人來的。 普通五人。 有核桃, 花生, 絲馬, 有核桃, 低糖, 低油。 低糖, 低油。 環境的食物, 不需要環境。 是嗎? 是嗎? 年年順境都來了。 他們的自磨腸粉好出名的。 果然真的是。 他們就把他們的腸粉搬來現場製作。 這次他們每個檔口所展出的, 都是他們的拿手產品。 春花餅。 檸檬雞腳。 冰浸豆花。 可以有機會品嘗這麼多間店有特色的食品。 這個活動真是很值得過來參觀。 這個週末, 如果有空的朋友, 一於就過來南海賓分消費節吧。 現在這個季節賣種就不太暢銷了。 夏天吃種, 始終會覺得有點濕, 有點辣。 賣各種種類的小食都有。 還有賣雪糕的。 這一檔就是鳳城之冠。 魚川月餅。 在這裡遇到同行。 我今天要試其他食物。 不吃這些經常對著的食物。 看看新世紀大酒店。 雙輝酒家。 有什麼好吃的食物? 放出來? 一種自賣。 請各位歡迎前來選購。 這個就是香菜。 芝士角豆包。 很漂亮。 剛剛新鮮出貿易。 拿獎啊這個包。 18元一個。 一隻包也很大隻。 雞仔餅是圓的嗎? 我第一次見過。 可以試一下。 很足料的。 來來來, 試一下。 雞仔餅是餅的。 是嗎? 這樣形狀我都沒見過。 試一下。 買兩隻。 越夜越精彩。 我就建議大家, 晚上不要吃飯。 傍晚的時候過來。 自己喜歡吃的, 就每樣都品嘗一下。 價格都非常親民。 這裏就是現場製作的蠔仔諾。 6元雞一份而已。 旁邊賣蠔仔諾。 這裏就賣玻璃魚餃。 多點多點多點。 幾兩架啊? 師傅。 6兩架。 我以為7兩架是6兩架。 6兩架。 它不會柴嘛。 因為熟了之後, 它的細胞過了。 細胞被破了。 你當日就沒問題。 第二天的細胞被破產生半變。 這裏的魚鴿全部生炸。 師傅做魚鴿非常有心得。 我吃了非常好吃。 永好食品啊。 記得過來吃爆汁燒魚鴿。 好吃。 這次的繽紛消費節, 雖然出來擺攤的大部份都是中餐。 但亦有這間德國酒吧。 他們在這裏就賣腸仔和現炸的啤酒。 買了一條他們的咖喱白腸。 配啤酒又真的蠻好吃的。 醬漢叉燒, 德心齋, 陳靶, 墨仔糕, 寬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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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迅雙脾乳。 鸡蛋 推荐这一档的竹蔗水和雙皮奶 十点真彩 煮多久? 煮两个小时 十元一杯 十元一杯底饮 十元一杯 一碗在这里吃两碗打包 凉的 在现场还有古装乐器表演 这一辣的摊位是专门卖饮品 不过我自己对咖啡奶茶没什么兴趣 他们出售的小饰品非常有趣 招财猫戴着帽子的帽子 逛完食街非常满足 然后过来逛逛汽车展 在这里 你可以了解很多不同型号新车的同事 还可以拿到不少免费的小礼物 这里是车展的同事 也是车尾商杂市 最近在广州车尾商杂市很流行 这里还有几部房车 有兴趣过来看车的朋友 可以过来了解一下 这次活动绝对是有得吃有得看 在保利商场里面还有靓车看 这次活动 每晚在保利商场的门口 都会有这个打铁花的表演 表演之前会有广播通知时间和地点 记得留意听她播部表演的时间 辛苦了这两位表演的师傅 我都第一次看打铁花表演 在保利商场里面 还有四部靓仔摩托车展出 给大家观赏合影 具体我就不知这些摩托车是什么型号 不过看上去步步都很型 如果从广州开车过来这边的话 四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这里了 这个周末 你又想不想和家人过来 参加这个南海编分消费节呢? 我住在广州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看广告 多谢你们的支持